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主愛常活高深 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这样罪人 怎能满体验泽 我住出了种家 拜我回来归他 我尽愿一杯十字架 忠心一路跟他 我尽贴下一切 为要得着几度 神也四也万般不屑 又何时我回顾 我爱我的救助 我求他的真实 为他只顾 爱一遍苦 礼仪变为损失 你是我的安慰 我的恩主耶稣 祝你之外在天和归 在地和所爱慕 艰苦反对飘离 我尽已该不离 只求我住有你爱情 绕我灵魂身体 仙境时刻不多 求主使我脱尘 当你再来我及常说 哈雷路亚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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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家人们平安 今天早晨你好吗 无论我们感觉如何 无论我们今天手中 有多少的事物 在这个时刻 是我们单单 与主亲近的时刻 神渴望我们 专注在祂的身上 让我们再一次 将我们的心安正 将我们的眼目 对焦在主的身上 因为相信 主要透过今天的经文 来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静默在主的面前 使圣灵可以透过 神今天的话语 来启示我们 来光照我们的心 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 是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 每日言经事宜的主题是 青年君王松年祭司 那松年指的是 非常高的岁数 这里的青年君王指的是 年轻的约阿师 那松年祭司 指的是这时候 已经一百多岁的老祭司 耶和耶大 昨天我们看见了 约阿师坎科 也很传奇的身世 他父亲过世的时候 他的祖母 亚他利亚 也就是约西别的女儿 剿灭了王室 要把所有的王子都杀死 可是约阿师的姑姑 偷偷救了他 把约阿师藏在宫中六年 这六年 亚他利亚串了王位 到了约阿师七岁的时候 在耶和耶大的帮助下 约阿师登基成为南国的第八任君主 今天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看到十二章一到三节 这里说 约阿师在祭司耶和耶大 教训他的时候 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人在那里献祭烧香 约阿师虽然从小没有父亲在身边 但是因为耶和耶大的教导 是他可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那列王记下也提到 约阿师在耶和耶大的辅助教导下 是由大人敬奉耶和华 拆毁了巴黎的庙 杀了巴黎的祭司 只是第三节 我们看到秋坛还没有废去 那百姓人在那里献祭烧香 按规定以色列人是不是随时随地都是可以献祭的 他们只能在特定的地方 并在祭司督导之下来向神献祭 这边说在秋坛也就是在山顶献祭 其实是依从这个异教的习俗 把其他宗教混杂进来 使人民的信仰不再纯正 导致百姓更加的远离神 那这里约阿师虽然做了神所喜悦的事 但是呢他却没有做的彻底 那无疑的也给国中留下了破口 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约阿师从小在圣殿中长大 那他知道圣殿的重要性 所以四到十六节这边就讲到约阿师 请求祭司重新修弃圣殿 约阿师之前的几任二王 他们忽略了圣殿 任圣殿毁坏 尤其在亚他利亚的时代 历代之下二十四章第七节这边提到 因为那二父亚他利亚的重子成 拆毁神的殿 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 可以想见这个时候圣殿呢 其实真的需要去修弃 但是虽然四到五节我们看到约阿师对重基师说 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 或个人当纳的身价 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 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 可是在第六节这里又说到 到了约阿师王二十三年 祭司仍为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这边可能是因为重新修弃圣殿的工程过于浩大 也可能是因为奉献的钱不足够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意见不同 或是一百零七岁的耶和耶大 他年纪太大过于老慢 他没有能力来办理等等 那无论是任何的原因 修弃圣殿的事一直都没有进展 甚至这些祭司收了钱 可是收了奉献 也没有拿来修理这个圣殿 所以约阿师要祭司 不要再向认识的人收钱 那第九节我们就看到 这里有一个新的办法 就是耶和耶大在殿的右边 设置了一个奉献箱 把这些收到的银子交给都工 就是在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那这里提到说也不跟他们算账 因为这些人办事诚实 那这边其实是因为约阿师 他亲自出马 虽然中间经过了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但是约阿师没有放弃 可以看见他对重新修弃圣殿的重视 而我们也看到这里 两群人侍奉态度的不同 这些祭司对王的命令 对于修弃圣殿 他们不断的拖延 但这群做工的人却是办事诚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侍奉神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在哪个位置上面 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看见这群祭司 他们是受过训练是属神的人 他们原本应该负责圣殿的修弃 因为管理圣殿就是他们终身的工作 可是这群祭司却没有全心全意 也没有侍奉的干劲来完成这项工作 亲爱的家人们 神现在托付在我们手中 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竭力 积极地去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呢 可能你说 我又不是全职的同工 但是你可能是区长小组长 核心同工 或是你可能在各个事工团队里面服侍 甚至你知道 神在家庭啊 在职场当中 他托付了你一些人 一些任务 会不会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 像这群祭司一样不断地拖延 那明明知道 这个很重要 明明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去完成的 可是我们就会用各样的借口来拖延 说现在我很忙啦 我身体没有办法 我家里怎么样如何如何 或是我们甚至是忽视神的话置之不理 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 我们要打破我们里面 这个拖延的习惯 打破我们里面这个消极的态度 面对神的托付 我们要像这群健殿的工人一样 成为办事诚实的人 成为在神眼中可以被神信任的人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三个部分 从十几节开始 我们可以看见 这里约翰士他的情况简直是急转直下 那十七十八节讲到亚兰王来攻打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 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迦特 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犹大王约阿师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 约来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 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 并耶和华殿与王公辅库里所有的金子 都送给亚兰王哈薛 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那十九到二十一节这边继续提到 约阿师悲惨的下场 经文提到说 约阿师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纪上 约阿师的臣仆起来背叛 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 杀他的那臣仆就是士米亚的儿子 约沙甲和硕默的儿子约沙巴 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马谢接续他作王 其实这段经文有个前提 在历代之下二十四章十七到十九节这边提到 耶和耶大死后 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 王就听从他们 他们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神的殿 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 因他们这罪 就有愤怒领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 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 这先知警戒他们 他们却不肯听 耶和耶大他从小教导约阿师 让约阿师可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 可是当耶和耶大过世之后 约阿师他并没有寻求神 反而听从众人的话 离弃了耶和华去侍奉偶像 惹动耶和华的愤怒 甚至神派先知来警戒 约阿师还是不肯听 而约阿师更过分的一件事情 是当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 因着圣灵的感动来劝戒约阿师 约阿师既然在耶和华的院里面 要众人当场用石头打死了 撒加利亚 我们想 耶和耶大他冒着生命的危险 拯救了在墙堡中的约阿师 一路这样尝逆他 保护他 养育他 教导他 到帮助约阿师登记作王 辅佐他 但约阿师不只忘记了 耶和耶大的教导 和他这么大的恩惠 还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 约阿师的忘恩负义 相信这也是上帝眼中 大大不喜悦的事 所以当约阿师先是拜偶像 离弃了神 又不听先知的劝戒 又杀死耶和耶大的儿子 神就让亚兰军来打扮他 为什么我们知道 这是神所允许的呢 这应该是神所允许的 因为其实亚兰王 只用了很小的军队 就重重地击溃了约阿师 约阿师在这样危难的时候 没有赶快寻求神 他反而是陷在了 惊吓的里面 用自己的方法 把圣殿和王宫 府库里所有的金子 都送给亚兰王 他只想赶快解决 亚兰王这个难题 当约阿师离弃神 偏离了神的道路 他也失去了神的祝福和保护 他一生开始走下坡 最后呢 他身患重病 甚至被他的臣服 背叛杀害 结束了他40年的统治 在他47岁的时候 就去世了 我们看到约阿师 从出生的时候 陷在这些风暴的里面 差点被杀 到7岁登基作王 从一开始 耶和耶大在的时候 约阿师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但是当耶和耶大过世了以后 约阿师就开始离弃神 陷入了罪里面 我们又再次看到 就像刘牧师常常提醒我们的 看一个人呢 真的要看他为人的终局 跟随神呢 我们一定要跟随到底 不要晚节不保 在旧约中 已经有好多的王 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解 我们看到约阿师 他在耶和耶大在的时候 他听耶和耶大的话 但是当耶和耶大过世了之后 他就开始听身边人的话 约阿师他的问题可以说是 他听人的话 却没有听神的话 当耶和耶大这样好的属灵长辈 在身边的时候 约阿师听话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约阿师的问题是 他并没有自己去跟神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他没有去寻求神 他不是听从神的话 而是听从人的话 以至于当没有了耶和耶大 他的生命也开始走样 亲爱的家人们 谁是你生命当中的耶和耶大呢 这让你想到谁呢 那谁常常在意你的属灵光景呢 可能是你的配偶 特别弟兄可能是你的太太 那也可能是你的父母 可能是你的区牧区长小组长 那如果你生命中有这样子的耶和耶大 是何其有幸的一件事 因为他会帮助我们 劝勉我们 使我们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 可是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是不是自己有跟神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呢 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来引导我们 还是我们依靠的仍然是人呢 就好像很多的孩子 可能从小在父母严格的管教之下 有很好的表现 可是当孩子长大到外地念书 读大学或是离开家工作 常常生命就开始变质 因为不再有人督促 不再有人管教 生命就开始走歪 那看似做自己 看似得到了自由 可是殊不知却是让自己 一步一步越走越偏 约牙师后来选择了容易的道路 就是随从大多数的人 他讨人的喜欢 看起来好像是减少了跟人之间的冲突 可是他却忘记最重要的 就是要讨神的喜欢 亲爱的家人们 看见约牙师的生命 是不是也给了我们一些提醒 你现在的信仰生活 只是为了让人看见 为了符合人的眼光 还是你真的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呢 当我们身边没有了耶和耶大 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连结于神 做合神心意的事呢 我们可以一起想一想 最后我们也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今天我们看见了祭司的态度 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 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拖延的习惯 使我们积极热情竭力地完成 你所给我们的托付 今天看见约牙师的医生 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别人的督促 不是要符合人的眼光 而是让我与你有一个真实的关系 为着我身边 你赐给我的耶和耶大 向你献上感恩 求你使我有可听的耳受教的心 但也求主帮助我 使我的生命是真正扎根在你的里面 使我在属灵的里面 可以真正地成熟长大 即便我身边不再有耶和耶大 也让我能不随从人 不随从自己 使我能够敬畏你 寻求你 顺服你 一生一世 洗你眼中看伪正的事 并且能够坚持到底 跟随到底 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特别祝福我们当中 最近有重要事项 要做决定的弟兄姐妹 使我们能够寻求神 听从神 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一切的所行的事上 都认定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知道神必指引我们的道路 谢谢主祝福我们的生命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